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一时三香 今天故邦优质原谅 专注调味三十年 说得好 不如说得好 网友一时三香 中华老子好 让中国人吃香正宗的漂亮 新乐宝旗帜奶粉来自张家口坝上草原 自家牧场 自家工厂 要及加工地铁化 及奶倒加工两小时 鲜活奶粉在中国 新乐宝旗帜奶粉 节日探望长达 请检查家用电汽燃气安全 教会老人紧急时的报警逃生方法 应急管理部 消防局 新闻纵横 终于问新闻 新闻纵横 问真相 去年12月26号晚上 生活在福州的哈尔滨人赵宇听见楼下一名女子呼喊 抢奸救命之后 前往制止侵害行为 并实施侵害行为的男子发生肢体冲突 该男子对赵宇踹成重伤 最后赵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刑事拘留了14天 目前在取跑候审当中 这一事件近日引发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按照常识来看 赵宇显然是见义勇为 为什么他反而被拘留 并且面临狼狱之灾呢 为什么涉嫌对那位女邻居实施侵害的人反而逍遥自在 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警方又如何回答公众的质疑 我们来听阳光记者萧原的报道 生活在福州的哈尔滨人赵宇 有点后悔 12月26号晚上 没有听妻子的话 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 他和妻子听到楼下有动静 听到有人踩门 过了一小会儿就听到有人呼喊救命枪奸 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 老婆去楼下看一下情况 老婆说 别动手 不许下相关闲事 赵宇说 下楼后 寻着声音找到地方 他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我看到那个女孩被那名男子掐着脖子 那名女子已经被掐得快死掉了似的 就是说声音都说不出来了 脸是滋滋的 我就把那个男的拿开 男的倒地 我也倒地 然后男的起来之后 打了我 硬颈动脉一拳和右胸一拳 然后喊要打我 然后就被我扔到地下 然后我走出去 本来还想断鞋打仓的 但是女孩拉着我 然后我就没有动手 所谓强奸的行为 已经得到暂时有效的制止 按说 事情到此为止 不过 按正义的说法 当时他脱不了身 就是在这个期间 他掐着我右手的三个手指 导致 比如说 我当时才要受众